資看大學 《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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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同時原來不是 搞定邦去說 你打給小組女 來啊 換小組見 Lyon 넣 親和 her them 還是別人 好 我都有問過路人家 我說 說你其實吃多少天 你只吃麵包 他說沒有辦法 如果以備不時之需 如果萬一真的出不了街 其實那10個麵包可能就是吃3天 足夠了 飽餐可以這樣 那個場面對於我們來說 都是有些震撼的 黃大仙地區是第三波 疫情比較嚴重的地區 不少長者擔心自身的安全 留家抗疫 一些傷腦和獨居的長者 有機會面對物資短缺的問題 因此 聖工會捉完長者中心 舉辦長者代購活動 在義工的協助之下 運送膠重的日用品 給黃大仙區山上村屋的長者 其實我們是代購物資 請老人家告訴我們有甚麼需要 但當然我們都會集中了 在一些比較重的物資中 譬如必須的米、油、罐頭 或者防消毒用的漂白水 我們會點到點 一個送到上門的服務 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活動 可以幫助老人家減輕一些 一些日常生活物資短缺的情況 譬如我們剛才上去 給了一些物資公公朋友 他們很開心 因為覺得真的幫到他們很多 因為他們覺得東西很重 如果要自己下去 就會可能要走很多轉 才能拿到幾袋米、幾瓶油 而且他們見到姑娘 或者見到義工都很開心 可能這段時間比較少 很有社工可以上門探訪 主要是一些電話聯絡等等 所以他們見到姑娘 或者見到我們都很開心 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 有人做一些個別關懷 他們的一些很體貼的舉動 社工們又看到他們這個衰掉 有一位是住在出足花園的婆婆 她的女兒跟她不同住 她就看到我們的宣傳 於是她就打電話來中心 幫媽媽做個登記 她說這個計劃很體貼到老人家的需要 而且她說因為她自己 不在黃乃仙區那裡住 她也很掛心住在黃乃仙的媽媽 她覺得中心可以及時支援她 那就是非常之安心